蔡碧如施压媒体检影片?柯P,访问结束要求聊天不要录。 图TVBS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接受财讯专访,事后却被记者在文中爆料,柯的顾问蔡碧如阴不满老板透露太多。 竟气击败坏打断访谈,还要求将影片剪掉,遭剧后甚至怒枪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 。 对此。 柯文哲今,25日,受访时否认对媒体施压,指当时访问结束双方在聊天,蔡才说访问结束就结束,后面就不要录音录影。 。 据最新一期财讯报道,柯文哲在专访中谈及和绿营关系,不仅一再离体,还尺度大开讽刺民进党养虎未患。 。 让亲信蔡碧如阴的直跳脚,厨仪在做手势要她停止,还直接出声提醒不可以再讲了。 。 最后更直接起身打断访谈,要求媒体将影片剪掉,遭记者拒绝后甚至放话我跟你讲,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 。 图TVBS对此,柯文哲今日出席西藏文物展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,当时双方已结束访谈在聊天,我这人就很爱讲话,访问完又再讲。 。 后来因为有行程要先走,蔡碧如才会说时间结束了不要再录了,至于发言人刘亦亭24日称会公布录音录影档案。 。 柯P先是说不晓的,接住又称人家访问就访问,访问结束以后后面先聊就不要再录。 。 被问到究竟说了什么让蔡碧如记得跳脚。 柯文哲指出,蔡碧如本来就很凶,这也没办法,她三十年前就这样,我看改不掉。 另外。 。 有媒体24日到柯文哲家首后,引发是否媒体事务组不满而临时取消访问,被质疑反而修理到守规矩的媒体。 。 柯文哲对此表示,自己不清楚这件事,但通常不能临时取消,跟人家约了就约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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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柯文哲今,25日,受访时否认对媒体施压,指当时访问结束双方在聊天,蔡才说访问结束就结束,后面就不要录音录影。 据最新一期财讯报道,柯文哲在专访中谈及和绿营关系,不仅一再离题,缓尺度大开讽刺民进党养虎未患,让亲信蔡必如极的直跳脚,厨仪在做手势要她停止,还直接出声提醒不可以再讲了,最后更直接起身打断访谈, 要求媒体将影片剪掉,遭记者拒绝后甚至放话我跟你讲,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 图TVBS对此,柯文哲今日出席西藏文物展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,当时双方已结束访谈在聊天, 我这人就很爱讲话,访问完又再讲,后来因为有行程要先走,蔡必如才会说时间结束了不要再录了。 至于发言人刘亦廷24日称会公布录音录影档案,柯P先是说不晓得,接住又称人家访问就访问,访问结束以后后面先聊就不要再录。 被问到究竟说了什么让蔡必如气的跳脚。柯文哲指出,蔡必如本来就很凶,这也没办法,她31年前就这样,我看改不掉。 另外,有媒体24日到柯文哲家首后,引发是否媒体事务组不满而临时取消访问,被质疑反而修理到守规矩的媒体,柯文哲对此表示,自己不清楚这件事,但通常不能临时取消,跟人家约了就约了。 图TVBS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接受财讯专访,事后却被记者在文中爆料,柯的顾问蔡必如因不满老板透露太多,竟气急败坏打断早谈,还要求将影片剪掉,遭剧后甚至怒枪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 对此,柯文哲今,25日,受访时否认对媒体施压,只当时访问结束双方在聊天,蔡才说访问结束就结束,后面就不要录音录影。 据最新一期财讯报道,柯文哲在专访中谈及和绿营关系,不仅一再离题,缓尺度大开讽刺民进党养虎未患,让亲信蔡必如极的直跳脚,厨仪在做手势要她停止,还直接出声提醒不可以再讲了, 最后更直接起身打断访谈,要求媒体将影片剪掉,遭记者拒绝后甚至放话我跟你讲,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 图TVBS对此,柯文哲今日出席西藏文物展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,当时双方已结束访谈在聊天,我这人就很爱讲话,访问完又再讲, 后来因为有行程要先走,蔡必如才会说时间结束了不要再录了,至于发言人刘亦廷24日称会公布录音录影档案,柯P先是说不晓得,接住又称人家访问就访问,访问结束以后后面先聊就不要再录。 被问到究竟说了什么让蔡必如气的跳脚。柯文哲指出,蔡必如本来就很凶,这也没办法,她30年前就这样,我看改不掉。 另外,有媒体24日到柯文哲家首后,引发是否媒体事务组不满而临时取消访问,被质疑反而修理到守规矩的媒体,柯文哲对此表示,自己不清楚这件事,但通常不能临时取消,跟人家约了就约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